那么具体来说 怎么才能编排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呢 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经典的故事模型 英雄之旅 英雄之旅是编剧大师克里斯托弗·沃格勒提炼出的一套故事模型 大概是说 英雄离开舒适平淡的生活 进入充满挑战的陌生世界去冒险 在旅途中 英雄会收获成长 改变人生 完整的英雄之旅一共分为12个阶段 听起来特别复杂 其实可以简单归纳为三个部分 那就是背景 问题和解决 在背景部分 会对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和角色特征进行介绍 童话故事里 常常用很久很久以前拉开故事的大幕 直到某个时刻 或是因为内心的波澜 或是因为外界的变化 英雄开始踏上冒险的旅程 在接下来的问题部分 英雄需要迎接一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其间会直面敌人 也会结识伙伴 最后 在解决部分 英雄会带着成长 经验和智慧 回到正常的生活 这个模式具体是怎么运用的呢 举个例子 世界上第一位女性互联网创业者 斯蒂芬尼·雪莉夫人 曾经在TED的舞台上做过一次演讲 讲述了她一生的传奇经历 斯蒂芬尼出生在二战前的德国 父亲是受人尊敬的犹太法官 在她五岁的时候 父亲被纳粹通缉 一家人开始逃亡 他先介绍了自己原本生活的正常世界 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父亲被通缉是一个转折点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英雄正式踏上了旅程 开始逃亡 至此 故事的背景已经设置完成了 接下来就要进入问题部分 在逃亡的路上 他不小心与父母走散 幸运的被儿童运输营救行动的人所救 和今万名犹太儿童 一起坐上了前往英国的火车 被英国的养父母抚养长大 长大后 斯蒂芬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创立了自己的软件公司 这是一家只有女性雇员的企业 为拥有优秀职业技能 却因为结婚生子 离开工作岗位的女性 提供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 但在当时 社会对女性所有的期望 就是承担家庭责任 没有丈夫的批准 女性甚至不能开通银行账户 为了生存下去 她在发展业务的信件上 把名字由斯蒂芬尼 一个女性化的名字 改成了史蒂芬 一个男性化的名字 还要努力掩盖 员工都是兼职女性的事实 这才敲开了投资者的门 直到公司估值超过三十亿美金 人们才终于承认了 这家女性企业的价值 职场上迎来成功后 斯蒂芬尼的儿子也降生了 迎来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然而这种喜悦却没持续多久 孩子两岁半的时候 突然不再说话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 斯蒂芬尼没有放弃治疗 还以儿子的名字 为自闭症患者开创了一所慈善机构 帮助了更多自闭儿童 至此故事的问题部分也就讲完了 可以看到 斯蒂芬尼的人生旅程 可谓是一波三折 英雄面临了生命 事业和家庭上的三重考验 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与勇气 观众的情绪 也跟着英雄的遭遇大起大落 一会儿紧张 一会儿欣慰 所以 在英雄之旅的问题部分 情节的曲折非常重要 英雄不费力气就赢得胜利是无趣的 人们最想听到的是 英雄遭遇磨难 又努力克服的故事 在解决部分 英雄会带着爱 自由 财富等宝藏回归正常生活 故事的寓意也最终被解释 在这个故事里 主人公道出了他历经沧桑的人生感悟 那就是 明天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 也不可能像昨天那样 人生需要拥抱变化 这也是他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 真正想要分享和传播的观点 好了 通过这个故事 你是不是已经熟悉了 英雄之旅的故事套路呢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英雄旅程的展开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是背景 介绍冒险前英雄的平凡生活 第二是困难 最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 都在这一部分展开 最后是解决 英雄带着经验和财富和爱 回归正常生活 揭示故事的寓意 学会 运用这一模型 你就能讲好任何一个故事 要想完成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 光有精彩的讲稿还不够 现场的表现也非常重要 接下来就给你讲几个 引爆现场的使用技巧 第一个技巧是幽默 幽默能很好的调节气氛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如果你能在演讲的时候 把底下的观众逗笑 那你就能迅速地获得观众的喜爱 你可能会说 我也想幽默一把 但是我天生就没有幽默感呀 其实不必担心 演讲毕竟不是向上 你只需要根据演讲的内容 精心设计几处笑点就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讲两个设计笑点的方法 第一个最简单 效果又好的幽默就是自嘲 当演讲者放下防备 向我们显露出自己的缺陷时 听众就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就很善于自嘲 在一次鼓励创业青年的演讲中 他说道 15年前 也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公司很怪 直到今天成功了 大家就会称赞 甚至说我可能是外星人来的 但其实我只有长得笑 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 台上有些紧张的气氛 立马就因为这个外星人的笑点缓和起来 站在台上的马云 在创业者眼中也显得亲切了许多 除了自嘲 出人意料的神转折 也是十分有效的幽默方式 迄今为止 观看人数最多的TED演讲视频 是肯罗宾逊关于教育的演讲 学校扼杀创造力 里面有这样一段 我儿子不愿搬到洛杉矶 虽然他喜欢这儿 但在英国他有个女友 是他的最爱 叫Sarah 他们认识只有一个月后 就开始交往了 我们要搬家时 他们已经交往了四年 这对于16岁的年龄来说 已经很长了 我儿子上了飞机后很郁闷 他说 我再也找不到像Sarah那样的女孩了 但说实话 作为家长的我们为此很庆幸 因为那个女孩 是我们搬家的主要原因 这位讲者 肯罗宾逊是大家公认的幽默大师 神转折是他的必杀技 在这个19分钟的演讲当中 平均每分钟都会出现两到三个笑点 一段话能否引人发笑 不仅取决于这段话的内容 还以取决于这段话的呈现方式 在运用幽默的时候 别忘了我们还有声音 表情 动作这些工具 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墨具 既没有台词也没有旁白 仅凭滑稽的肢体和表情 就能达到令人捧腹的效果 不过我们不必追求那么精湛的表演 只需要用适当夸张的表情和动作 呼应故事中的角色和情节 就能引人发笑了 接下来我们讲演讲的第二个使用技巧 合适的肢体语言 这个技巧能拯救演讲新手们最大的困扰 那就是手足无措 初次站上讲台 一般人都会遇到手不知道往哪放 人不知道怎么站的问题 很多演讲培训会教你说 双手最好保持在腰部以上 如果你是大公司的执行总裁 或者是国家领导 那么没错 这种姿势有利于表现权威 但作为一个普通人 在演讲的时候老是把手端着就太过正式了 你自己也不舒服 那么合适的肢体语言是什么样子的呢 当你不需要用手强调观点的时候 最好将手臂自然放下 垂于身体两侧 这是一种舒适自然的状态 有利于和听众建立起平等的对话关系 我们在和信任的人交谈的时候 身体也是这种状态 有时候演讲者也需要表现得更加权威 让观众对他所说的话感到信服 这时你可以把双手放在 与肚脐持平的位置 指尖相对 形成一个类似于塔尖的形状 不过不管是多么理想的姿势 都不可以一直使用 同一个姿势持续超过十秒 就会显得古怪 要适时变换一下姿势 解决了手往哪放的问题 我们再讲人要怎么站 现在先请你站起来 双脚分开 与肩同宽 接着右脚平行往前移动一些 让左脚脚趾和右脚前脚掌的后半部分对齐 然后以右脚根为轴心 将右脚掌向外旋转三十度左右 最后让身体的中心落在左腿上 右腿膝盖可以稍稍弯曲 这就是最基础的站姿了 作者把这种姿势称作模特站姿 回忆一下你看过的时装秀 模特走到梯台前方时候的姿势 就是这样 这个姿势不仅能让你像模特一样 充分展示出自信和魅力 而且因为你的右腿处于放松状态 这个姿势不会显得过于严肃 或者有攻击性 能够营造出一种亲切友善的氛围 学会了演讲姿势的技巧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技巧 如何设计幻灯片 幻灯片可以为演讲内容补充细节 有时候胜过千言万语 不过幻灯片始终只是一种辅助演讲的工具 如果你演讲的精彩内容全都显示在了屏幕上 那幻灯片就会取代你成为全场的焦点了 要想演讲取得最好的效果 幻灯片上的内容必须越少越好 首先文字越少越好 能用图片和信息图表示的东西就尽量不用文字 其次字体越少越好 一般来说一组幻灯片中统一使用一种字节就足够 强调和区分可以通过改变文字的粗细 写体和颜色来实现 最后颜色越少越好 颜色的数量不要超过五种 文字图片和背景的颜色要尽量保持协调 好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基本讲完了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一 优秀的TED演讲都要遵循三个通则 专注于传播一个观点 提出行动导向的号召 真心热爱自己所讲 第二 要想把一个观点变成一篇精彩的讲稿 首先要把观点净链成一句易于传播的口号 在内容的叙述中 要采用讲故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形式 最后套用英雄之旅的故事模型 能让任何一个故事引人入胜 第三 在有好内容的基础上 学会运用幽默 采用适当的姿势 在设计幻灯片的时候注意越少越好 能够帮助你取得最佳的现场效果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登上TED舞台 但掌握了这些理念和技巧之后 相信你也可以通过演讲去激励他人 传递想法 甚至改变世界 好 TED演讲的秘密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